长得太不科学了 无尊72岁老爸被封动灵男神 无尊在最美的时光携手老爸来参加真人秀节目 网友纷纷表示72岁的老爸也太帅 简直是动灵男神,实在太不科学了 无尊自爸爸去哪儿后,事业蒸蒸日上 节目终于奶奶和Max的大秀恩爱,让观众喜爱不已 动视的奶奶和萌萌哒的Max让无尊爸爸备受称赞 紧急暖心奶爸 这次,无尊则以孩子的身份与爸爸一同录制真人秀节目 这档节目《最美的时光》即将在11月推出 是江苏卫视一档大型亲子代记相处真人秀 日前,无尊也在微博晒出在节目中与老爸的合照,正是有爱 但网友却表示找不到无爸爸,因为戴黑眼镜的无爸爸实在太年轻,太酷了 无尊在文中描述爸爸答应参与节目录制的过程 当无尊问爸爸说:"爸,有一档真人秀邀请我们,你想吗?" 无尊形容无爸爸害羞但没有犹豫地答应了,简直不要太萌 对于爸爸的勇敢,无尊也相当意外,没想到我72岁的爸爸还是这么地勇敢 此外,无尊还表示,这次《最美的时光》的拍摄一定会是俩人最美的时光,相当有爱 看了72岁的老腊肉,来品一品年轻时候的无爸爸,果然是优良基因啊 看来,无尊父子俩将会是这次节目的帅气担当,有母有很期待呢 说不定节目中无爸爸还会透露出动灵的秘诀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